哈喽大家好,我是肖 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韩国一起不可思议的案件 在这起案件中呢 韩国甚至请到了日本著名的催眠大师 第一次使用了测谎仪 并且当时在位的总统 还亲自出面对嫌疑人进行了施压 可想而知这起案件 当时在韩国的影响是有多大 那我们开始吧 1980年11月13日下午4点左右 正在京西中学上初一的李宇相 说是要去邮局买邮票 便离开了家 直到晚上8点 李宇相也没有回家 正在家人担心的时候 李宇相家里的电话响了起来 一个自称神秘人的人说 你的儿子被关在水源 我是个有犯罪前科的人 我想去日本 但我需要钱 如果你想要回你的儿子 就准备好4000万韩元现金 你最好不要报警 不然你就再也见不到你儿子了 晚上11点 神秘人又再次打来了电话 接电话的是李宇相的父亲 神秘人说 我是内心因为你而被毁的人之一 李宇相被关在水源 记得准备好4000万韩元现金 你们要知道 在1980年 4000万韩元可以说是一笔巨款了 从当时的物价水平就能感知到 比如说当时的牛奶是20韩元 首尔市中心一套公寓的价格 是在100万到1200万韩元之间 彩票的一等奖也就才2000万韩元 也就是说这个神秘人想要十几二十套公寓的赎金 简直就是狮子大开口 对于一般的家庭怎么可能拿得出这么多钱 但是呢 李宇相的家庭的确不是一般的家庭 说明这个神秘人是提前做过功课的 李宇相的父亲告诉神秘人 最近正处于经济衰退期 自己没办法拿出4000万韩元 最多只能拿出2000万韩元 神秘人回应说 那就按你收到2000万韩元吧 明天12点我会再给你打电话 说完便挂掉了电话 李宇相父亲考虑了很久 最后还是决定报警 于是第二天一大早便去了警察局 接到报案后 警方立即在李宇相家中的电话上 安装了录音设备 试图拦截电话 结果在当天12点 神秘人并没有再打来电话 直到11月16日下午的6点40分 也就是案发后的第三天 李宇相的家人再次接到了神秘人的电话 但电话里的声音不是神秘人 而是他们的儿子李宇相 如果你不按他说了去做 我会没命的 记得给姐姐钱去中路的面包店 于是呢 李宇相的姐姐便根据神秘人的要求 带着2000万韩元去到了指定的地点 但神秘人并没有出现 很快 时间已经过去了一个月 警方根据发现的可疑指纹 匹配了200万人 结果没有一个人的指纹能匹配上 从那时起 直到1981年的4月6日 也就是在半年的时间里 李宇相的家人 总共收到了6封信和6通电话 除了第一通电话 是神秘人的男士声音 后面的5通都是女人的声音 包括信件也是 第1、2、5封信是女性的笔记 3、4封信是男性的笔记 第5封信是1981年2月2日收到的 是一个女人的字迹 上面写着 李宇相出车祸了 目前处于昏迷的状态 但是还活着 这可把李宇相的家人急坏了 但警方也无能为力 他们还是没有发现 嫌疑人的相关线索 由于时间已经过去了100多天 警方认为李宇相活着的可能性很小 于是就在1981年的2月26日 将该案件转为了公开调查 一般情况下 警方为了保护人质 一开始都会选择私下调查 不公开 所以在这之前 都是秘密调查的 大众也不知道 随着案件被公开调查 广播和报纸都对该事件 进行了广泛的报道 1981年3月3日 当时的韩国总统金斗焕 亲自出面在电视上 公开对嫌疑人进行了施压 说啊 如果你让他活着 你就会活着 如果你让他消失 你也会消失 我在这里保证 如果你在3月3日之前 把孩子送回来 我们会适度地给到宽容 果然 总统一出手 公众的兴趣也随之增加了 调查人员达到了2万3千人 与此同时呢 他们还设置了 1000万韩元的悬赏奖金 后来又提高到了2000万韩元 完全是当时前所未有的通缉赏金 然而神秘的嫌疑人 依然还是没有出现 眼看着就到了1981年的11月 一年就要过去了 警方依然还是没找到嫌疑人 该案件一直悬而未决 绝望的时候 警方终于在一本神秘的笔记本中 发现了蛛丝马迹 警方得知 林允香学校的体育老师朱英亨 在他以前工作的女子中学 利用家教的方式 和大约20名女生 进行了不正常的关系 便立即对朱英亨展开了全面调查 发现他与学校里的9名同学 有在约会 最让人吃惊的是 他是一个已婚男人 而且和妻子有两个孩子 这个叫朱英亨的体育老师 毕业于首尔大学 并获得了高丽大学的博士学位 可以算得上是一位精英 再加上性格冷静成熟 颜值能在学校的男老师中 也还算出众 所以在学校很受女同学欢迎 但这样一位优秀的老师 做出这样的事情 的确让大家很震惊 1981年10月27日 警方请来了日本的催眠大师 对林允香的母亲进行了催眠 并再次询问了案发当天 林允香离开家的场景 结果意外发现 一年前的案发当天 林允香买邮票后 说是要去见体育老师朱英亨 于是警方立即将体育老师朱英亨 再次列为了案件的嫌疑人 之所以说是再次被列为嫌疑人 是因为早在一年前的案发时 警方就有将体育老师朱英亨 列为嫌疑人之一进行过调查 但是警方很快就把他 排除在了嫌疑人之外 而且他还有当天不在场的证明 加上他又是学校的精英老师 谦逊得体的外表和学术身份 都让人无法想象 他会和该事件有关 最关键的一点是 这位启鱼老师的内心非常强大 事发当天他还淡定的 见了林允香的父母 并且还接受了新闻媒体的采访 说啊 我希望罪魁祸首能够早日被捕 随后又一直安慰林允香的家人 还主动去到了警察局的调查总部 接受调查 这些种种的表现 都让警方对他解除了怀疑 后来警方召唤了朱英亨 并对他使用了测谎仪 虽然测谎仪在很多的提问上 算是失败了 但最后还是抓住了一个可疑的关键点 那就是朱英亨被发现在赌博时欠下了一千万韩元 调查人员认为这极有可能是他的作案动机 1981年11月30日 朱英亨在首尔永登普区新极栋的一间公寓里 也就是他的藏身之处被抓捕 与他一起的还有两名女同学都是他的学生 而且都与他有着不正常的关系 一名叫李扬 家庭富有是一个好学生 擅长写作和弹钢琴 另一名叫高杨 成绩班里倒数性格很安静 朱英亨利用了他们 利用他们就不说了 更过分的是 他觉得警方已经开始在怀疑他了 单身会找上这两个女同学接受调查 担心自己的事会被他们俩坦白出来 于是呢就在他被抓捕之前 怂恿了两位女同学自我允命 朱英亨给了李扬40粒安眠药 给了高杨寝化物 并说如果你爱我 就为我献出生命 幸运的是服用安眠药后的李扬还活着 高杨也还没来得及使用寝化物 所以他们和朱英亨一起被带走了 1981年11月29日 警方获得了朱英亨的口供 真相终于浮出了水面 因为朱英亨是李允上的老师 所以朱英亨通过学校的家庭环境调查 并知道了他富裕的家庭条件 自己因为欠下了1000万韩元的债务压力 所以便对自己的学生打起了坏心思 但最初他的目标是李允上的姐姐 但是计划失败了 所以才把目标转向了李允上 李允上可是一个因为小儿麻痹症 失去左腿的14岁男孩 性格开朗成绩也很优秀 这个体育老师竟然也下得了手 事发当天朱英亨告诉李允上 下午4点半到学校来有事找 结果他把李允上带到了自己的公寓 李允上发现有些不对劲 便开始了大喊大叫 于是朱英亨将其绑住 并把创客贴贴在了他的嘴上 让他不能大喊大叫 最后再用羽绒被把他盖上 直到第二天的下午 他打开公寓后 发现李允上已经没有了呼吸 据朱英亨说 当天早上的7点 李允上还活着 他当时在纠结 到底要不要把他送医院 然后去自首 最后他决定先去学校上课 等他放学后再回到公寓 李允上已经彻底没有了呼吸 但神奇的是 事发后这位老师不但不慌张 而且还找来了两位同学当帮手 也就是和他有着不正常关系的李允和高杨 1980年11月30日 也就是案发的17天后 李允帮忙把李允上放进了一个手提箱 然后转移到了一个PVC的垃圾桶里 并召唤了一辆卡车进行丢弃 当时朱英亨给李允上家人打电话时 电话里李允上的声音 其实是提前录制好的 另一个时间点 李允上已经不在了 1982年11月23日 经过一审和二审 其余老师朱英亨被判处了死刑 全程参与该事件的帮手李扬同学 被判处了五年有期徒刑 而高杨同学 自参与的写信和打电话 被判处了两年有期徒刑 缓刑三年 在第三次的审判中 朱英亨说 我体内有一个恶魔 我对不起我的父母和妻子 请你们就当我没出生过 1983年7月9日 她被实施了绞刑 并把身体的衣系部位 捐赠给了四个人 传言说是自己自愿的 但无论如何 有四个人从中受益是真实的 后来那两位女同学被释放后 也各自过上了普通的生活 调查该案件的侦探也升职加薪了 但对于李允上的家人来说 悲伤从未消失 他们成立了允上奖学金协会 来帮助身体残疾的学生 每年的儿童节都会有十名学生 获得四万五千韩元的学费 再后来1985年 李允上的母亲因为癌症也离开了 李允上的姐姐顺利考上了大学 传闻说呢 前总统还主动为她支付了大学的费用 李允上在小学五年级时写了一首诗 铅笔的末端有一块上皮 如果铅笔错了 上皮擦会擦掉它 让我们也把上皮擦在我们的心上 抹去错误的想法 如果朱英亨当时也读过这首诗 李允上现在会不会正快乐地生活着呢 好了今天节目我们就聊到这儿 如果您喜欢本期影片 请记得给我点赞加个订阅 我是肖恩 我们下期再见